参与异行者国际论坛 也期望爱从高雄出发 异行者国际论坛 支持阿福食物银行叙实服务计划能源梦 让大家能学会习时习经习人之可贵 期望爱从高雄出发再放眼全世界 所以在这个大环境非常不利的情况下 我们更应该要动脑筋想办法去突破 所以我觉得其实今天我们在办这个活动 食物银行的观念真的是非常非常棒 我就是说把这个可能要抛弃废弃掉这个食物 能够再利用是一件非常棒的创举 那我们在比如说以独册来讲好了 我们在九年前开始成立网络书店 我们其实也是本着这样一个东西不要丢掉 能够再循环的概念 所以我们朋友书除来买新书之外 更是要拿二手书出来买跟卖 同样的在那个时间点 我其实也曾经想过就是说 如果书能够回收的话 那食物应该也可以来回收 所以我曾经也试着联络过几家 这个叫餐厅 只是因为人单事故 就是一时半刻也没有能力 去发动比较大型的这个活动 我只提出食物如果不丢掉 特别是很多自助餐厅 特别是饭店 这食物是很好的 如果这个丢掉真的太可惜 其实可以真的养活 这个台湾还是有很多弱势可怜的人 所以我觉得这个idea真的很好 没想到在高雄发生 不是在台北 是在高雄 真的很棒 我觉得好讶异 我今天来真的是来见证这件事情 那我们有没有什么方法 可以在这个困境中 然后发挥大家的智慧 团结这个力量 然后四两波奸金 我觉得这才是我们今天台湾 最需要面对 请大家一起共襄胜举 最棒的一个课题 这个也只是一个起点 我相信后续还有很多公益活动 我们应该可以一起来努力 疫情者国际论坛 点亮光明与爱通行 2018年致力利他的疫情实践 大家一起欢喜快乐 共享温暖 相互扶持 共创人间真善美而努力 史方新闻 黄慧如黄凯杰 高雄采访报道